阿絮 听说火仙妹跟木桐奔线了 哦 老妈你消息还挺灵通 深信还得从几点前说起 火仙妹在玩和平经营时 花大价钱 请了个技术陪玩来代飞自己 不曾想把把落地轻和 哇 我们这对面真的好失败哦 陪玩因为面子 就私信火仙妹表示要免费带了几盘证明自己 但没想到 火仙妹在通过对方好友申请后 却发现证明陪玩 竟然是那个4000万粉丝的和平经营木桐 这日子也让她更生气了 觉得木桐犹豫在演她 而木桐在知道对方是火仙妹时 也赶紧表示自己之前状态不好 并邀请火仙妹去一春的线下双排 并保证八把吃鸡 随后火仙妹也表示 自己机票已经买好 这回再不吃鸡就要让木桐好看 就在大家都以为 两人只是互相口嗨时 两天后 火仙妹真的出现在木桐直播间 还现场给她刷了10万 直接冲上了防疫 于是网友们纷纷猜测 真是火仙同CP要成了呀 刷10万 这火仙妹什么来头这么土豪 哎 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最近火仙妹宣布 自己要在626号首播 然后我就发现 各个城市的建筑大屏上 放的居然都是她有首播的消息 而且据阿全我得到的消息 在直播手续当天 她还会送出100台手机 和超多意想不到的福利 阿全我早早的就蹲在直播间等着呢